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三年多了 一直以来在这段感情里 我感觉我都是比较主动的一串 无论是平时的沟通 还是关于未来的规划 好像一直都是我在上心 他还总是觉得我脾气太大了 我俩也曾经闹过分手 但是和好之后呢 还是磨合的不是很好 现在面临毕业了 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他觉得他对 我觉得我对 还是这样政治不下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豹 22岁来自辽宁学生 女嘉宾小木 22岁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谁好 谁好 好好好 欢迎两位啊 说说吧 为什么来 就因为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吗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平时的沟通 还是对未来的规划 好像都是我在上心 即使我这样 他还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暴躁怎么着的 说跟我说不通 我们俩就一直这样 他觉得他对 我觉得我对 太累了 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 然后面临各种现实的问题 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继续了 显然脾气不好是吗 对 脾气特别不好 一天不发几次火吧 他难受 都为什么事发火呀 就比如说前几天有一次 我们俩晚上在溜弯的时候 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踢了一下 那个停车牌子 那个三角的蹲子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踢这个呀 我就特别不理解嘛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要踢这个呀 没事闲的 而且他那个态度就是 我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着的 我说你妈没教过你嘛 我就特别生气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 像没有家教一样 像你妈什么也没教过你一样的 就是这件事 之前也发生过一次 学校先安了一个摄像头 他就看那摄像头 觉得那摄像头对着他了 他就是觉得 可能刚安没插电 怎么着看不见他 他就拿水瓶子 把摄像头扒在一边 结果摄像头开了 把他拍得特别明明白白 然后就赔了一千块钱 首欠啊这是 而且他平时长成这个样子 不是他长得有什么问题吗 他特别像开玩笑 就他长了一张玩笑脸 对 那他平时就是 现在这种表情 就一感觉现在笑 就看上他的时候 我就更生气了 不是那你当时喜欢他的时候 他不还是这张脸吗 对当时就是没太了解嘛 就觉得挺开心的 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也是我 那谈了三年 闲人长得有问题 你这不对啊 没变化吧 没变化 但如果生气的时候 就看这样 就太生气了 更生气了 你生气的时候也这样吗 这个脸长得好啊 这叫笑脸是吧 行 我听明白了 男生可能觉得自己 踢东西是属于顽皮 对吧 对 这拨摄像头呢 也是属于顽皮 对吧 对 但是女生觉得 你看你在细微之处 显得教养不是那么好 对吧 毕竟这是一些公共的物品 你没事老动 所以女生生气 是为这个吧 是 而且我也觉得 就是我跟他说什么话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一次 我们俩去陪他玩游戏 你干什么了 当时刚开了一把游戏 这时候他说他饿了 然后我就去给他买吃的 但是这份东西吧 我放香菜了 他不吃香菜 给拿回来 我也当时也没觉得什么 然后继续玩了 玩了一会儿 看他还是玩手机 不吃 然后问他什么去了 告诉我自己看 然后看着了 里面给放香菜了 我不是单纯的 就挑这个香菜 就只是觉得 他打我说话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不是 我把你不放心里 我说吧 里面放香菜了吧 我说 我把香菜给你挑出去 然后我喂你 然后你直接 把我快 还有东西 全把掉地了 玩转身就走 走什么呀 就是那个心情 没办法吃 就觉得都一样 就是一口香菜 又不过敏 把它摘出来 或者就 将就吃了不就得 我就不明白 就是总是有这些小事 累积起来之后 我根本就接受不了 总而言之 是他不听你的话 不是不听我的话 是听不进去 或者听了之后 根本就不往心里边去 刀耳旁风 是吧 对 没有刀耳旁风 男生嘛 所有马虎的时候嘛 道歉没用 就是生气 就是往前走 还有别的吗 还有 每次有跟朋友 去玩游戏吧 他必须 他给我规定时间 他得跟他请示 时间内不回来 又生气 这是为什么呀 他就让我无法理解一个原因 有一次 九点钟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要睡了 平时因为没有这么早 说要睡的时候 过了十五分钟 我就觉得 太不对劲了 因为才九点钟 我给他发视频 然后没接 肯定是不对啊 我就接着给他打视频 你还是肯定是睡了啊 没有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不对 有问题 为什么是这个思维呢 可能是第六感嘛 然后我接着给他打 接着打之后 他接了 接了吧 周围确实是黑的 然后只有他脸 这一部分有光 我说你把手机360度 我给我转圈拍一下 他就拍 然后我说你在哪呢 他说我在厕所 我说你在哪儿的厕所 他说请示着厕所呀 我说你把门开开 他把门开开了之后 是网巴的厕所 就我给他发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给他打 那么多次视频 我都知道他一定是在撒谎 但是当我发现的时候 他还继续在撒谎 撒谎过后呢 他跟我说一个理由 我也没办法接受 他跟我说 我九点出去 是因为今天有报道 说十点十多分的时候 那个月亮特别地远 我想呢给你个惊喜 我想先出去 十点十多分的时候 再回来跟你一起看月亮 你是在什么压抑的环境下 变成了这么睿智的一个人 这不容易啊 张嘴就说谎啊 就因为有这种撒谎的事 发生之后 我才管得更严 行吧 妈妈管得严 孩子成长得好 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呀 就比如说我们 现在马上实习了嘛 我们都是学美术的 兼职去教小学生画画 剪笔画总行吧 我有一次 我说你帮我去一届课 跟那个辅导班老师也说清楚 辅导班老师也说可以 然后呢 大课是过了不到15分钟 辅导班老师给我打电话 就把我辞退了 就不用了 咋了 这些课当时出了点状况 当时有个孩子吧 就特别淘气 就是不画画 要干嘛不干嘛 当放学了吧 他家长过来接了 然后我跟他家长也沟通一下 我说就这样 我还领走了 那最后那个兼职那个老师吧 可以打电话 说不行了 我女朋友吧 她总是爱那个推推桑桑的 没事碰一下呢 这件事我跟她说好几次了 她也不改 然后就有一次走路吧 啪一下给我推倒了 这要是当时手里拿了个手机 我说手机这好也掉地下了 这时候还不服我 还继续推我 我当时这手机在那 你不是故意要把这手机扔地上的吗 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你确实还过来推了一下嘛 然后这手机在地上旋转了半圈 当时说话吧 有点着急了吧 我说手机手机 然后他就发现了 然后拿也得看 这脚啊已经粉碎了 他喜欢那个敲打敲打你是吧 对 像一个特殊的关爱吧 你这说得挺好吗 不是挺好吗 对 他就这种态度 就是我 不是 那你希望他是怎样的呢 就不怪我多生气 他就这个表情 就这个态度 而且他说到最后 永远都是我不对 怎么就哭了呢 孩子 他就总能找到这些理由 然后最后就是 全部都是我的问题 全部都怪我 然后我其实也是问我们俩好吗 然后他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觉得他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你看多好啊 我真的没觉得多好 特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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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为啥管教你的管教那么累呢 你那么服从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累 因为你态度我一直都是好的 那我还能对你坏态度吗 你看就这种态度 但是呢根本就不改 什么都不听 我说一千遍一万遍有用吗 根本就没有用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这种表情我也没法控制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们这些事有对错之分吗 我觉得有 肯定一定是有的 我觉得什么事都肯定有对有错 你觉得凡事都有对错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之间 对错那么重要吗 一点也不重要 只要你生气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哄你 对 你永远都是这种态度 你就所有人面前 你全都是这个态度 好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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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让老师帮你们分析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赫文件 我送你两个词 矫情 而且敏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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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一个主动的角色 但是面临的是一拳打出去迎接她是什么呢 是一团棉花 无从招力 没有什么反馈 就从刚才男生那轻飘飘的一句话 开始是她主动 我开始对她没有感觉 所以呢 你所有都表现的一些细节是不在乎她 你不知道她说那个放不放香菜的背后 只是香菜的事情吗 不是 是你可能对她疏于了关心 不是说整天陪着她 不是说你说我错我就错 就是算迎合了 不是 要用行动 要真正的主动的去爱她 你没有 撒一次谎去玩游戏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她对她的这种敏感的女孩 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她在这份案情里头非常的累 看到你的笑两一笑 她就觉得很无助 很生气 但是她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现在面临到毕业了 觉得应该是做出一次慎重的选择了 她可能觉得哪里不对了 但说不出来 所以找各种小事来判断 到底自己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判断 她找不到依据了 她迷茫了 此时你还在笑笑呵呵的 不为以后做规划 不一定非得打工赚钱 就叫上进 不一定 但是她希望 你有一个明确未来的规划 而那个规划里头是有她的 但你没有 所以说你们恋情出现问题就是 她要的在乎得不到 我不太看好你们的恋情 真正 好 谢谢秦总 你是一个情深而敏感的姑娘 其实敏感有两种在情 也许是一个情深而敏感的姑娘 也许是一个情深而敏感的姑娘 感谢观看 也许是一个情深而敏感的姑娘 但我们下车的姑娘 也许是一个情深而敏感的姑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已经不在了 男生身上发生的凡此种种 你能原谅他吗 不能原谅 那就是说今天一定会分手 是吗 其实心里如果原谅 不说原谅也会原谅 如果心里不原谅 说了原谅也不会原谅 如果说原谅那是因为在乎你 所以只能假装地原谅他 事实上你已经假装地原谅了他很多次 无论是接下来跟他在一起 还是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你都一定要记住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放下别人就是放下自己 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但偏偏会弄得如此痛苦 快乐是因为欣赏对方的优点是快乐 接受对方的缺点是坦然 而缺点当中也分为原则和非原则 原则性的东西 如果你努力地去鼓励他 调整他 将会有一种成就感 所以有些人谈恋爱他就是快乐的 但是有一类人总是想改变对方 而且不分原则的生气 动怒 那他就永远会痛苦 你就属于这种类型 这种人很吃亏 他分不清楚原则和非原则 比如说吃火锅就是非原则 而原则性的问题 往往就在于不上镜或者是不忠 原则性的东西要坚持 而非原则的东西一定是要包容的姑娘 否则的话你就在自寻烦恼 当你动不动就生气 哪儿哪儿哪儿你又动怒的时候 到最后就变成了 只要你这么做 你一生气 他就生理本能地来哄你 但哄完之后 问题依然存在 最后呢 你就变成了一只宠物 他变成了饲养宠物的那个主人 不管你是继续跟他在一起 还是将来跟别人在一起 一定要记住 第一 有原则和非原则 不要让男人觉得 你动不动老喜欢生气 这样的话很招人烦 而对于原则性的东西 也不要太生气 轻声地把他说出来 他改或不改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能够改那将是你的成就 他不能够改那是你的造谎 那你就离开就好 你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爱情更向美好的方向去迈进 所以你要记住 欣赏是美好 接受是坦然 改变必将是痛苦 别自寻烦恼了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女生是觉得累了吧 男生觉得轻松吗 也不轻松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喜欢累 因为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快快乐了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谈恋爱最着迷的地方 不是在快乐 谈恋爱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就是生气和掐架 没有生气和掐架 这恋爱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为什么这对年轻人 会把这个架掐成了这样 情感生活当中有对错吗 其实当两个人 真的关起门来的时候 你很难说谁对谁错 没有办法掰执清楚 那大家可能说有办法吗 我说有 特别简单 让着点 怎么选择你们自己定 这个舞台从来不会给别人说 你应该怎么选 这个舞台提供的是 不同人的不同视角 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特别不想这样 因为我跟你生气的时候 你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我同样我一样的感受 我甚至比你还要不开心不高兴 我也想每天高高兴兴的 没有一个女孩想 每天都生气啊 或者骂她的男朋友 没有人想这样 所以我现在太累了 比如说一件事 说一次两次都行 如果说太多次了 不仅你不爱听 我更不愿意说了 你说这些我都了解 听了几位老师 敲流咱俩巴 我也知道 确实各自也都有问题 这回去也消化消化 想一想到底是谁对谁说 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 我也挺喜欢你的 我特别希望你能陪在我身上 记得每天遇上晚安歌 我真觉得我还是想一想 长遍青春 好了 时间到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